歌剧的发展呢 在意大利 它的诞生地是佛罗伦萨 从1600年以后 歌剧迅速的蔓延在意大利的不同的城市 首先 在佛罗伦萨诞生了第一部歌剧 优利蒂西之后的30年的时间里 佛罗伦萨并没有体现出 歌剧作为一个核心的这样的地位 为什么 因为当地的贵族 他的视线 他的爱好转移了 他转移到七月上去了 他转移到更多的其他的因素上去了 歌剧反而并没有真正被推动 所以在佛罗伦萨 歌剧是他的诞生地 却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歌剧中心 然而 有一位作曲家 叫朱利亚卡奇尼 还有他的女儿 弗朗西斯克卡奇尼 却成为佛罗伦萨在那个时期 歌剧创作的杰出代表 如果我们说 巴洛克时期的女性作曲家的话 大家就会记得 弗朗西斯克卡奇尼 他不但是一位作曲家 他还是一位诗人 一位人文学者 那么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 意大利的歌剧中心 转移到哪了呢 他转移到了罗马 罗马 作为旧日古罗马帝国的 发祥地和首都 因历史悠久 而被称为永恒之城 与此同时 罗马还是全世界 天主教会的中心 室内的梵蒂冈 则是天主教教皇 和教廷的驻地 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得罗马这个城市 兼具政治性和宗教性的特点 罗马是怎么样推动歌剧的呢 按理说歌剧是一个世俗的题材 可是当时的教皇 却非常非常喜欢歌剧 他的亲戚成为歌剧的 直接的资助者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 歌剧就在 罗马 大大的发展起来 一个首先的标志是 歌剧中间出现了 永叹调和宣续调的明确划分 永叹调和宣续调都是歌剧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术语 其中永叹调是指剧中角色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和情感 进行的长段的个人独白式的演唱 宣续调则用于人物对话和剧情发展 其旋律接近于朗诵 所以歌剧中间无论是独白还是交流都是要唱的 而在罗马这个时期的歌剧中间 恰恰出现了永叹调和宣续调的非常明确的分野 罗马歌剧的第二个特征 是出现了一类专门的演唱人才 这些人被称为烟人歌手 烟人歌手又称烟灵 最早出现于十六世纪 由于当时的女性无法参加唱诗班 并登台演出 因此为了满足女性角色的需求 需对一些有着较高音域的男性歌手 进行烟歌手术 以此来保持他们嗓音 烟人歌手当时成为人们 竞相追逐的追捧的明星 因为他们唱得像奇迹一般 他们的声音虽然是男性的 但是他们贴近女性的音域 他们唱出来的东西 拥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甚至在性别上产生一种混同感 所以罗马歌剧在涌叹调和宣旭调的分野上 以及新的歌剧明星的呈现上 拥有着一种非常突进的力量 并且表现出来一个时代在歌剧创作上的雄心 早期歌剧在意大利的传播 有一个重要的城市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它就是威尼斯 威尼斯作为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之地 是欧洲商业贸易通向东方的门户 相比其他城市 威尼斯更加商业化 商人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主宰 歌剧在这里找到了丰富的生存和发展土壤 1637年 威尼斯开幕了第一个公众剧院 这个剧院为歌剧的演出 开辟了空间和场所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剧院的经营方式 是由票房来推动歌剧的更新和演出 威尼斯渐渐地出现了一种 围绕着歌剧而产生的音乐文化 那么威尼斯的歌剧 究竟有一些怎样的变化 首先是在题材上 以前这歌剧的题材 多半都是古希腊的神话 而到了威尼斯的歌剧中间 则以中世纪的史诗和历史传奇 还有一些历史故事 成为它的主宰 纯粹的神变成了表现切实的人 第二个变化 歌剧从传统的五幕歌剧 变成了三幕 并使之定型 成为一个新的传统 歌剧中间特别的强调戏剧的力量 表现歌剧中间角色的 生动的情感 那么在音乐创作上 就想方设法来体现人们夸张的情感和表达 这一点和巴洛克时代的音乐的总体趋势是相符的 同时它也使得歌剧更加充满了一种人性气质 更加充满了一种打动人心的品质 那么威尼斯歌剧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第一位就是卡瓦里 第二位就是Chesty 前者创作了亚宋 后者创作了非常有名的金苹果 这些歌剧蜂蜜一时 在当时成为维尼斯人的骄傲 从维尼斯开始 歌剧的发展的商业化开始抬头了 很快在意大利的不同城市出现了永久性的歌剧院 歌剧进入歌剧院 也就意味着从传统的旧式贵族的供养模式 从他们的宫廷内部走向了民间 走向了更大的受众的面前 市民成为歌剧发展和享受的主体 16世纪中叶以后 歌剧从意大利迅速的流向了欧洲的其他国家 比方说英国 法国和奥地利 这三个国家在17世纪50年代以后 成为意大利歌剧发展传播的重镇 特别是奥地利 人们开始喜欢意大利歌剧 尽管人们并不说意大利文 可是在贵族的环境中间 人们以听意大利歌剧作为一种风尚 这里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歌剧开始变得国际化 尽管它是土生土长的意大利文化 然而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间 歌剧开始变得世界化 欧洲化 成为欧洲的宫廷 在贵族阶层中间 普遍被接受的一种文化体裁 总体看来 意大利歌剧的早期发展最终形成了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对于独唱者的关注 还记得蒙特维尔蒂在他的木歌里面写的第二十件吗 他强调优美的高音旋律和坚实的和声陪衬 那么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被自然而然的运用到歌剧中间 来体现独立的角色的人的价值 声音的价值 歌剧中间的永叹调被强化 恰恰说明了这样的一种趋势 第二个特点 是关于永叹调和宣序调的分开 它们不但在情绪上产生了分野 在功能上它体现出了读语表白和交流对话 更重要的是在音乐的形式上 永叹调更加强调个体的声音价值 而宣序调则一般有简单的伴奏陪衬 在音乐上则显示出更多的自由度 永叹调成为歌剧的主体 因为很多人都希望看到明觉去唱著名的永叹调 作曲家们发现永叹调是一个挣钱的点 他们竞相为歌手知名的明星创作永叹调 这带动了歌剧中间的第四个特点 也就是大家去剧院 看戏看的是演唱 谁来演变得非常重要 唱的是什么 只是从永叹调的规格和永叹调的技术上 人们趋之若鹜 还有一个层面需要提及 音乐从最初诗歌和文学的普通 在这时候似乎掉了个个儿 变成了主体和主宰 而音乐的戏剧内容 情节表现 则似乎降落到另外一个基点上 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 表演者的表演 声音上的活络 和这样的一种氛围中间 给人们带来的娱乐的效果 这样的歌剧 是活生生的剧院文化 这样的歌剧 在会来被不断的夸张和推演 最终产生了歌剧发展的 另一个重要契机